近日,据俄新闻社报道称,目前歼20战斗机已经准备开始换装涡扇石壁涡扇发动机。 然而,俄罗斯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这个,而是涡扇石壁目前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, 这使得中国以后不再需要从俄罗斯进口高性能发动机,也能够保证歼20的初步生产计划。 而且中国专家还透露消息称,涡扇石壁发动机推力虽然不及美国的F-22所采用的F-119发动机, 但是涡扇石壁未来将使用全为适量喷口技术。 可使歼20在不安装涡扇石壶的情况下,就获得了抗衡F-22的能力,确实值得果然兴奋。 中国航空工业受制于西方的封锁,一直发展较为缓慢,尤其是发动机性能,一直都是制约中国军机设计研制的最大障碍。 虽然在进入21世纪后,中国工业基础获得了长足的提高,并且在发动机设计研制领域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, 但是还是很难达到世界一流水准,高性能的发动机仍然要从俄罗斯进口。 国人只知道歼20和歼31一飞冲天时所带来的自豪感,然而不知道首飞的背后,中国最先进的两款机型的核心心脏仍然需要从俄罗斯进口。 虽然歼20项目在开始时就立志使用国产的发动机,但是由于机身结构进展得过于顺利,涡扇15仍有许多问题尚未攻克。 使用俄发动机先对飞行气动布局进行测试也实属无奈之举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歼20目前已经安装使用国产的涡扇10B太航改发动机了。 虽然性能较AL31提升并不是很大,但是太航改具备改装三维适量的潜力,未来改进后再机动性能会远远超过现在的AL31发动机。 甚至还有一定的消息可以证明,涡扇10B适量发动机已经在歼10C上进行了测试。 根据目前进度来看,很快就应该能安装到歼20上,以帮助歼20迅速形成战斗力。 相比美国F22的二维适量F119发动机,涡扇10B虽然在推力上略逊一筹,但是三维适量推力所带来的机动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点。 甚至使得歼20在不换装涡扇15的情况下,也获得了对抗F22的能力。 但是中国绝对不能因此放缓涡扇15的研发,因为涡扇10B适量发动机顶多改善歼20的机动性能,在超音速巡航速度、武器载荷上仍然有实质上的改变。 假如歼20不能超过F22战机,而只是持平,那这个项目无疑是失败的。 而目前歼20只能靠涡扇15才能改变这一现状,虽然其在2020年才有可能投入使用,但国人不应心急。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,武代机项目从开始到现在,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 而若想有所成就,就应该稳住心态,一步一个脚印。 这样中国的这款武代机才会是完美无缺的。